大家好,歡迎來到中午朱古王的時間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時況 我講過今早早高壓都相當大 以恆指來看,低開了接近500點之後 雖然曾經有反彈,跌幅收窄至360點左右 很快重拾跌軌,之後就越跌越深 總之來說,最多跌過超過800點 去過23,300點附近 半天收回23,456點,跌了713點 跌幅接近3% 大股的成交都相當暢旺 半天是有超過800億 大股的跌勢全面 除了科網、教育、手押之外 一些汽車、電動車、中資電力、錄電股 其實都捱沽的 好像美團、小鵬、中國電力 其實今早早已跌超過半成 另外新澳更加急跌了一成 而一些高估值的、生物科技股 今早早已受壓 而航運出口、餐飲食品 其實今早早已有高壓 不過石油股或高式電訊股 表現相對硬正 目前中海遊今早早已逆市上升 而中移動和香港電訊 其實今早早已跌幅少了1% 而看回亞洲時段 納資的期貨已經跌破了今年的低位 而標普期貨占收了1月的低位 而內地股心300指數 其實都下市今個月的低位 其實反映到外圍的股市 都是風高浪急的 至於恒指今早早 低開已經失手了50天線 而進一步下跌 跌穿了23,500點 一個比較大 或者重要的支持位 反映到目前的高壓 也相當大 雖然在即市來說 有些綠電股、啤酒、衣藥 或者成份股新貴 反彈力比較強 反彈時都要小心 而在較早前 預告去年會增長超過4成的青島啤 今早早在低位反彈了接近半成 半日跌了2% 走勢上青島啤 其實在1月份下旬 出現一個調整 落到69元 便下降了小元底回升 而今早早 跌到71元 便出現一個急彈 反映到 其實在70元的關口位 也有相當大的支持 大家可以看看 會不會有機會 在一個小回 便有吸納的機會 指示位 用回69元 作為一個指示位 我也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留意 多謝各位收看 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